从凌峰景区出来 我们的下一站是灵岩 进入景区 我们先从徐霞克雕像这里 往右滚去双珠谷 我们的终点是前面山里凹进去的地方 走过石阶和碎石块铺成了狭窄山路 渐渐就进入到了大山凹陷的内部 底部横有一块巨石 从底部到顶端应该有百米高 巨石的左右两侧都有小路可以走进内部 里面有一条溪流从百米山崖飘摇而下 到底部散落成了无数的水珠 我想再预计它一定是一条壮观的瀑布 接下来我们退出双珠谷 到前面更惊险刺激的沃龙谷走一走 峡谷中央有一座寺庙 从寺庙右侧可以顺着路走上峡谷的沃龙谷走一走 从寺庙右侧可以顺着路走上峡谷的沃龙谷走一走 就会顺着沃龙谷的沃龙谷走一走 上山的时候看着前面处理的巨型山崖 我心想靠着山路走就不那么害怕了 从寺庙里走一走 就会我们先进行温宽谷走一走 在庙下溯谷走一走 为敌尔沃龙谷走一走 在这个转角处 看看前面的山崖 我想一万年前峡谷秦城的场面 一定很壮观 爬过前面最后一个大弯 就到站到最顶端了 回头看看后面 好刺激 把相机紧紧正在手里 我拍了向下看的这个画面 我发现其实这里下山的风景更美 待会给大家看看 再往前走 山崖里有一些石洞 还可以看到池水反射的光影 转了一千往回走 现在看是不是比上来的时候更美呢 这里有块石碑 上面写着断肠崖 没错 这里就是杨过与小龙女约定16年后相见的地方 接下来就原路返回下山了 这次靠着悬空的一侧走 不得不说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 不过比起上面表演的师傅 我们这都不算什么 他此刻可是比我们还高一百多米 最后我们要去的景点是大龙丘 这里是莱雁荡山必去的第三个地方 沿途的山体依然很壮丽 山下的小河很多人在吸水 走不多时便看到前面山崖留下的一个小瀑布 走近看 这里是大概有50米宽的崖比 由于现在已经到了秋季 我们能看到大龙丘就只是一条溪流 从百米飘下被吹成了比双珠谷大一点的雨地 看来想看壮观的瀑布还是要等雨季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